原归台风为花莲带来连日惊人雨势 稻米等农作物损失惨重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到花莲勘灾 更是来到玉里副里勘察二旗水道 因倒幅情形严重 恐造成后续稻碎不碾石等情况 加上雨势未停泡水 发芽情况也会导致延迟性灾害 农会预估今年稻米将会减产 损失将近884万元 连雪下好大雨整整四天 根本都没有停过 玉里蒸的水道严重倒幅 就连农路变成河道 水滚滚而来水道根本就躲不过 农老师有近几年来 那个雨量最大的一次 所以大雨的农损 现在目前还真的没有办法去评估 最基本的是现在还在持续的下雨 所以灾损会越来越高 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花莲勘灾 依序到各乡镇 玉里复里是东部稻米主要的产区 两个地种植面积合计大约超过6500公顷 因为倒幅情形严重 加上雨势没有停过也泡水 发芽情形也会导致延迟性的灾害 是不是说这个时间点要往后 要往后 然后第一个因为雨还一直在下 对 所以可是不是你们的给我们工作 比较宽松的时间 对 再来我不客气的讲 对 就是说之前您也知道 这边的情况爆了好几次 对 有一些落差的问题 对 会造成农民跟工作都很大的认定的问题 去年零四一山 去年 对啊 忙了一起了 已经快要收成了 就遇到这样的东西 大家真的很相当的辛苦 你这里还有个土牌 对 都还没有办法上去看 土牌还没有办法上去看 因为那个山面的路也通通都断掉 暴力 那个时间就是会拉长 会让那个提供的 所以有什么事情 你就跟我们分属 或是改良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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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启动那个灾害口的问题 他回去马上就可以去做一些 好 好 做一个那个 你们再商量一下 好 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依据农产业天然灾害救助作业要点规定 申报项目损失 绿达20%以上者就会给予救助 目前花莲的大豆 食用玉米 香蕉 以及稻米等四项作物 已经符合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申请 玉里镇以及布里乡的稻米每公顷18000元 即日起到23号为止 请受灾农民检据相关的文件 到耕地所在乡镇事工所来办理 如果遇到假日 则顺延到第一个上班日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 莫空 Niet